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根据官宣、压惯名单,以及媒体人爆料,我们可以看到,在疯狂引员后,恒大目前已经迎来了离队潮。 加上官宣在内,一份十人的离队名单已经曝光,而且还有三人前景成仪。 新赛季的恒大,注定变得非常陌生。 恒大目前关心离队的六人分别是,高拉特、金英权、阿兰、张成林、廖立生、温小将。 其中高拉特回到了巴西,金英权取到了这一联赛,而阿兰、张成林、廖立生、温小将,则集体去往了天津天海,以租借的方式换来了张修为和刘一鸣。 这六人的离队,仅仅是恒大进行清洗的开始。 据媒体人徐江消息,恒大已经通知一批球员不用归队,之后他用图片的方式,公布了恒大放弃的球员名单,分别是,徐新、张文昭、郑龙、曾正、王上元、荣浩。 这个消息获得了得转注意的部分确认,朱义写道,恒大一开始在亚冠爆了一批人,但后,又修改名单撤了一批,除了之前外租的球员以外,还包括张成林、廖立生、徐新、张文昭、郑龙、邹正等,被下放的冯霄亭, 则一直没有出现在名单里。除了张成林、廖立生,已经转会自然不在名单内,那我们可以说,新的六人离队名单中,有四维边缘球员,已经不在恒大亚冠名单内了,几乎肯定意味着他们将会转会, 这四分分别是徐新、张文昭、郑龙、邹正、当然,目前,亚冠名单没有全部曝光,所以除了这几人,我们依然对恒大球员王上元、荣浩、冯霄亭的前景表示怀疑。 据悉,恒大想要放走的球员中,一部分选择加盟天津天海,以官宣,一部分选择拒绝,未公布名单,恒大的做法是,春节级迅贤的二期东迅,通知了一批球员不用归队。 这批球员中,有不少让人遗憾的球员,比如说徐新,这位备受关注的马靖出品,一度被认为是恒大和国族的希望,然而在恒大最终,没有踢出来。 其他人中,张文昭在加盟恒大,一直都是替补球员,郑龙在恒大的生涯,一直坐山车一样,至于邹正已经多次传出离队绯闻,所以他们的离开都算正常。 最奇怪的则是冯霄亭,冯霄亭一直没有出现在名单里,可以说有两个猜测,第一,冯霄亭彻底被恒大放弃。 第二,冯霄亭还在被恒大保护之中,新赛季冯霄亭究竟在恒大有没有位置,会不会转会,将证明恒大下放他的目的。 总而,言之,竞技赛场相当残酷,恒大选择了换血,迎来了诸多新元,老将和边缘球员的离队无法避免。